明传大学金门海青班烘焙科6号在金门分部举行技术教学成果展 现场展示海青班烘焙科苦练两年多的学习成果 今年更以文化为主题 制作两个大型作品分别象征马来西亚和日本文化 巧妙的手艺和内涵生活与会人士的肯定 来自马来西亚的15位学生连夜赶工 制作各类精致糕点 以文化为主题的造型翻糖蛋糕面包 展现在金门两年的学习成果 其中这两座大型作品更是今年即将到台湾参展的毕业作品 今天我们做的作品呢主题是文化 那我们的这一组是以马来西亚来呈现我们的作品 那这主题呢是采用了马来西亚最高的山金拿巴鲁山 然后里面会以三层来呈现我们的各种文化 那个路牌在路上的原因呢是代表着我们买我们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来到金门学习了烘焙一起成长一起学习迈向未知的未来 那这整体呢目前未知只完成了50% 那我们会在12月18号臂展的时候完成100%以更好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那整尊是以方糖跟巧克力制作而成的 有困难都会去向师傅请教 师傅会以更好的方式给我们建议让我们完成我们这个整个作品 这一次作品我们叫日春然后顾名思义就是日本的春节 那这一次呢其实这个作品还是蛮困难的因为它主体还是蛮大的 然后它大部分都是用面包组成 因为面包它是会非常的重嘛 所以我们之前有试过很多个支架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撑起来 然后最后我们采用四个比较原配的那个面包把它撑住 我们收获最多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材质可以做出不同的造型 例如说瓦片好了上面黑色的瓦片都是用面包做的 可是那绿色的草也是用面包做的 但是工坊就是做法就不一样 还有包括用饼干做成沙子的形状 然后用饼干做成面条就是非常各有前求 就是会从事类似休闲馆之类的 有包括健身咖啡厅跟烘焙的结合 马来西亚比较流行这一种文化 明传大学海清班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第七年 明传大学一直和乔委会用心栽培这些勇敢离乡背景求学的海外学生们 这次有将近七成的海清班学生将回到大学部继续就读取得学士学位 希望学生能将自身的手作技艺结合学科经营管理和知识 充实自己的专业技能为以后打下良好基础 因为过去几年来其实海清班学生确实是有减少 但不是因为疫情的因素 今年当然因为了疫情所以有一个加重的效果 但是其实在明传而言的话 其实我们还蛮有信心的 因为主要在于放榜之后我们会有做很多的说服或者接触 或者是让他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海清班次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少 我举个例子而言 以今年而言109上半年最上学期而言的话 我们的外籍生是增加了7% 我们的侨生是增加了5% 海清班他算是准侨生 他享有的权利不是完全的侨生 而且他要到今年12月的时候才会知道 明年3月1号的时候才会报到 但是以目前而言的话 我们看过去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我想我们的人数 虽然招生的人数 总额人数不见得会增加 但是报到的人数我觉得应该可以维持 其实这些孩子在两年前刚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张白纸什么事情都不懂的 可是他在两年来 那么在经过一个密集的训练 当然自己本身产生了很隆重的兴趣 那么他就可以在这两年里面 从一张白纸变成一个技术纯熟的一个师傅 我想这个不管是对孩子而言 对学校而言都是我们乐观其成的 金门海清班烘焙科38期春季班 以及39期秋季班学生 共同携手完成今年成果站 以文化为主题追求的不但是色香味俱全 更要求的是精致的外貌 现场也精心准备各类的糕点 让议会来宾品尝海清班的手艺 某点减放入 一周三年再次准备 感谢观看